《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潮語又來了 這個星期要給大家講的就是 看看最近內地到底流行哪些潮語 這個潮語很受到歡迎 大家都非常有興趣想要知道 今天首先要給大家講的就是 私奔 這個私奔不是人跟人的私奔 當然事件的引發是人跟人的私奔 可是這個字已經可以用在別的用途了 好 事件是這樣的 那就是內地有個資本的運作高手 叫王公泉的 那他在微博上就高調的宣布 他跟一位女士私奔了 那這位女士也是一家投資公司的董事長 那兩個人在社會上都是有頭有臉的人了 那通常呢這種婚外情啊 或者是比如說你有這個情婦啊 那到了這個年紀的人通常都是在地下進行的嘛 都是在暗地裡進行不會高調的宣揚讓人知道 可是呢這位男士這個王公泉啊就非常高調的 在微博上呢就大肆的宣布說 他跟這位王泉女士呢私奔了 哇 事件呢在內地啊就是舉國若狂啊 全部人看到這個微博呢都非常的這個欽佩他的勇氣 所以就這樣子呢私奔這個詞呢就在內地成為了潮流雨了 那可以跟什麼私奔呢 現在私奔啊已經不再是人跟人的私奔了 可以怎麼用呢你可以說就是啊我和睡眠私奔了 我和睡眠私奔了那這個私奔的意思呢就是 你表達對你夢想很勇敢的去追求 就像那位王公泉一樣 雖然這個年紀在社會上又是有地位的人了 可是呢他非常的有勇氣 在微博上呢就宣布他跟一位女士私奔了 那表達你對夢想勇敢的追求 所以呢私奔你現在可以這麼用 就說啊我和睡眠私奔了 我和我的理想私奔了哈 這就是現在內地很流行的這個潮流雨私奔 好另外一個呢要看的就是比較健康 那這四個字聽起來非常的普通對不對 比較健康可是是另有含義的 當然他的盛行也是在微博裡面 也就是呢微博啊有人就是大量的這個傳達一張照片 那照片裡面呢就有三位這個內地人都非常熟悉的這個人啊 有一位呢就是毛澤東 那有另外一位呢就是林彪 另外一位呢就是周恩來 他們三個人呢並排的一張照片 那照片的下面呢有說明 有一個賀詞 賀詞呢是這麼說的 就是敬祝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萬壽無疆 他這個頭銜最高啦 所以他是萬壽無疆 然後呢是祝林彪統帥身體健康 這個就這個他的這個階級低一點點 所以祝他身體健康 另外就祝周總理身體比較健康 沒有這樣祝人的嗎 你不會祝一個人我祝你快樂 那我祝你呢比較快樂 因為你在我的心目中比較不重要 所以啊這個大家看起來都覺得非常的有趣 也在微博裡面呢這個非常的這個盛行 非常的很多人在發放 就是這比較健康 看起來很簡單的就是比較健康 那因為這個玩味很重啊 就比如說以後你會祝人 這個人啊你覺得在你心目中比較不重要 你就哎我祝他身體健康 可是我祝你比較健康 啊這個好是聽起來是不是很好笑呢 那這一句呢就是用來嘲諷這個關節的劃分和比較 那就諷刺呢現在的社會上呢還是有這樣子的風氣 所以請大家呢不要祝別人比較健康 因為這樣子呢祝人身體健康是 並不是以你的階級跟重要性這個來分別的 這個比較健康 嗯 好了看到請看看這邊這個字 這兩句話非常的霹雳 在媒體上很多人很多這個媒體都有報導 這兩句話就是 是漢祖國強盛 為京都泰安 那當然問題就出在這個漢字了 這個漢 這個漢呢是這個漢洞的漢 那這個事件是發生在 就故宮裡面有展覽品就失竊了 然後呢這個內地的公安很快就 這個找到了那個失竊品 那這個故宮呢就頒發了一面景旗 一面景旗給公安局 那景旗上面就剛好出了 就有這一對字 這一對字就是 漢祖國強盛 未京都泰安 可是一出來呢 這個媒體這個 一把這個景旗派出來 就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因為很多人都發現 寫錯字了 那個字就是這個漢 大家都覺得 不應該是這個漢洞的漢 應該是哪一個字呢 應該是漢衛的漢 漢衛的漢 那因為這一條新聞 是每個人都很關注的 所以就很值得在這裡給大家一提 所以應該是這個 這個漢呢應該是這個漢 這是什麼漢 這是漢衛的漢 漢 這個是漢洞的漢 兩個字的普通話念法呢 是一樣的 都是漢 都是第四聲漢 漢衛 漢衛國家 漢洞 感到非常漢洞 漢 所以念法是一樣的 但在廣東話裡面 應該是不同的 就是漢外 就是漢洞 應該不同 那這個事件 發生了之後呢 當然我們呢 感覺很遺漢 這個字 順便再教大家多一個字 感覺很遺漢 好歪漢 這個字 同樣的也是 這個第四聲的念法 這三個字在普通話裡面 都是同一個發音的 都是漢 漢衛 漢洞 遺漢 漢洞 外漢 不同的念法 在普通話裡面 都是一樣的漢 所以呢 也可能因為導致 他在這裡就寫錯字了 就這個漢字 所以應該呢 是這個漢衛的漢 漢衛祖國的強盛 京都都台安 這是一個剛剛過去的這個 兩個星期裡面呢 非常多人關注的這個新聞 好了 另外一個呢 就是匯鎖門 匯鎖門 這三個字在內地也非常的盛行 事件也是跟故宮有關的 那就是故宮裡面呢 就有一個叫福建宮 福建宮的地方 據說 據報導呢 已經是被改建成一個匯鎖 變成一個匯鎖 那入匯費呢 據說是要高達100萬人民幣 事件報導出來呢 當然又引起社會很大的回響了 這個 所以現在很多人呢 在微博裡面就會傳 這個三個字 匯鎖門 匯鎖門 這個非常盛行的字 好了 接下來另外要看的呢 就是歸宿和武帝 這兩個字 那這個新聞呢 是跟李嘉誠有關的 李嘉誠 當然我不會叫你做李嘉誠啦 因為我不是唐英言 我不會鼓勵你成為另外一個李嘉誠 那只不過是這條新聞跟李嘉誠有關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現在世界各地包括內地 這個房地產的價格都非常的高 那內地政府呢 就為了控制樓價 就希望那些地產商呢 就有地皮在手 就不要武帝 就要儘快的發展 可是呢 就據報導說 李嘉誠在上海啊 有一塊地 那塊地呢 是兩年來 都只是只打樁 打樁打了兩年咯 可是一直都沒有發展 那這事件呢 就讓這個媒體給報導出來了 那就說啊 這個李嘉誠的那塊地皮呢 是龜速發展 龜速 龜速 龜 那烏龜的龜 速度的速 這所謂的龜速呢 就是指這個發展非常的慢 龜速發展龜速 那這個武帝 武帝呢是現在內地的用詞 就是說 他這個地皮的這個發展的 非常非常的慢 那武帝拖慢發展的速度 叫武帝 武帝 大家如果在內地的報章上呢 看到這個詞啊 這個武帝就知道呢 是那個地皮的發展呢 被拖慢了 那龜速就是非常非常慢的發展 這速度非常的慢 龜速 大家也可以活學活用啦 就比如說 哎呀你做事情真的是好龜速啊 就是龜速 不是龜速是龜速 就是你做事情的 就速度就跟烏龜一樣 非常非常的慢 就龜速 好 這潮流也非常的好用啊 大家可以真的是 不方的記在心上 那到內地的時候 跟內地的朋友聊天啊 那你也可以就生動的多了 好這個就是私奔 私奔 我和睡眠私奔了 我和理想私奔了 就是可以跟大家 內地的朋友聊天的時候呢 多一個話題就是 祝你比較健康 比較健康啊 大家也可以知道 事件的來源是哪裡了 那當然最好就是不要祝 任何人比較健康 要是祝健康嘛 那這個就是 也是一條新聞啊 大家跟內地的朋友聊起來的時候 當然有多一個話題 就這個事件呢 就是捍衛跟撼動 大家可以知道 它不同的用法 好 另外一個呢 就是這個 故宮的福建宮啊 被改成了會所了 然後進入這個會所門 會所門 還有這個龜速 龜速啊 你做事情太龜速了 五地 五地 很多地產商呢都五地 然後就把地皮拖慢速度發展 好 希望大家呢能夠 活學活用這些詞 好 下個星期再見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跟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按授浴 快點再按授浴 可以按授浴 開眼線 建議 是的 任何